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乘搭的專機抵達台灣松山機場 台灣傳媒報導指 為避免台軍與解放軍發生無預期的衝突 台灣國防部已將第一線的海、空、機艦 對解放軍第一擊的作戰攻擊權責 一律由空軍作戰指揮部、海軍作戰指揮中心及行山指揮所決定 若遭受解放軍攻擊,台軍則可立即反擊作戰 此外,若解放軍機艦無視台軍的空中距離、廣播距離等 仍闖入24里的領空、領海內 台軍可直接以實彈距離等示警 若解放軍時至不離,台軍會依據戰備規定予以擊毀